好,這是滑江段好,我們第四題 這邊的話題目說ABCD是負數 那EF的話是時數,問這些下面選項 好,那這邊的話咧 它ABCD是負數 負數是說它可能有虛數,有可能I,可能沒有I 那這個負數的意義是很廣喔,負數是包含時數喔 所以說你像好,3也是負數喔,更好2也是負數喔,更好2加I也是負數喔,負I也是負數喔 所以你可以把負數產生所有的數字喔 好,這個比較特別一點,先弄懂,題E的意思 那EF是時數,E時數就是說所有的數字裡面,只要沒有I,它都可以算在這個範圍裡面 那我們看第一個選項,第一個,E選項 好,E選項它說,如果A平方加B平方等於0,則A一定要等於0,B等於0 這個如果還沒有太複雜的話,如果在時數的話是對的 可是它這裡講的是負數 那這邊的話,E選項錯誤啦,我找個翻譯給你看一下 在這邊假設A如果是I,B等於1 好,在這邊的話,E沒有虛數部分,但它也是負數喔 因為負數等於說是最廣的數字啦,所有數字幾乎都可以叫負數 所以這邊是符合成立的喔 好,那這邊的話,A平方加上了B平方 是就變成了I平方加上了1的平方 所以這邊我們把它算出來 是變成了-1加上了1 答案0吧 所以在這個條件之下,A有等於0,B有等於0嗎?沒有吧? 好,所以這個第一個選項,E畫掉,E打X 那我們看第二個 我這邊是我找翻譯啦 第二個的話呢,A加Bi等於C加Di 它可以說A跟C要相同,B跟D相同 這個喔,因為如果它AB是10就算了 它這邊講它是負數喔,這也不一定喔 一樣,我們找個翻譯給你看一下 假設這樣子好了 好,假設A等於2加I啦 一個簡單的數字就好了 那如果B會等於1 我不用I囉 再來我的C給它一個數字好 我想一下 C我們直接給它R整數,2 那我的D啊 給它來一個數字叫-2好了 好,你看這樣 你把這個題目A加Bi帶進去 變成2加I 加上Bi嘛 變成1乘以I 這是A,這是B 那右邊的C把帶進去 C的話變成2 D的話呢 這邊要改一下,加了才對 加上了2 I 好,在這邊的話我們調整一下 你看一下 這時候啊 這個是我們講的A 這是我們的B 這個是我們的C 這是我們的D 你對照一下有沒有 好,在這裡面的話呢 你把它整個展開來 是不是右邊2加2I沒問題 左邊變成2加2I嘛 因為這邊一個I再一個I 那邊是不是成立 那在成立狀態下 我的A有等於C嗎 沒有吧 那我的B有沒有等於D 也沒有嘛 所以這個反例啊 很容易 這個找也很好找啦 你可以自己找一個 OK 所以這邊的選項啊 這也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2 是錯的 一樣我這邊是找反例 你可以自己找一個 不符合條件的例子 那我們看第三個選項 OK 第三個選項說 如果兩個 就是 EF 量實數啊 開根號相乘 會等於 合起來根號 這個很明顯的錯誤嘛 這個我們在學虛數的時候 就提到了 根號負2 乘上 根號負3 我可以直接寫成 根號負2 乘以根號負3 不是 乘以負3嘛 這樣子寫嘛 可不可以這樣做 不行嘛 因為在根號裡面 如果出現負的 我們第一步要先轉成 i 我們不能在負上面 在負上面 合起來做運算 我們可以在 i裡面做運算 所以在這邊的話 這是錯的啊 錯的非常離譜啊 因為如果這樣寫下的話 這邊其實是等於 根號6 那你看喔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根號2i 乘上根號3i 先轉成 i的描述 然後再寫根號 這裡面沒有負的話 才能乘 那 i跟i平方乘起來是 -1吧 這時候算出來是 -6 跟題目的描述答案 差很多啊 差個負號耶 所以在 根號的運算裡面啊 如果裡面是負的 不可以 請注意一下喔 不可以直接合起來 這個三選 明顯的也是錯的 好 那我們看第四個選項 第四個我起來這邊 那第四個選項裡面的話 1加i 再i平方又加上去 好那這邊的話咧 在 i的概念裡面 OK 其實在這裡的話 1加i 我們先看前兩個就好 加i平方 再加i三方 這個負寫效 4個相交會等於0啊 那為什麼 在這邊i平方 在之前學的時候 i平方是等於多少 i平方 我們在雖然學的時候 i平方等於-1 那i三四方咧 是不是可以寫i平方成i 是否變成負i 所以在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每四項 就會回到一次 重複的 還有周期性啊 所以你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等於0 每四個等於0啊 所以你從1一度加上去的話咧 應該是有2014項喔 不是2013喔 因為它第一項1沒有i的也要算區喔 所以總共2014個 那這邊每四項計算 是不是會有一個0 所以是 我們把它數數看吧 數20 4 3 12 4 3 12的話 我們還有余多少 余兩項喔 所以最後整個這裡完以後 整個式子啊 左邊 整個式子的左式 我把它框起來 寫到這裡的話 它應該最後計算到最後 只剩下什麼 最後兩項 i的2012次方 加i的2013次方 2013次方 好 那i的2014 12次方的話 跟2013次方 你四整齣的話 這邊是整理完 它是i的一次方 這個數與四 呃 余四算完 應該是i的多少 這 等一下好像寫錯了 2012除以四的話 這個就整齣耶 這是i的0次方 這個整齣耶 這還余一項 所以i的一次方 最後變成1加上i OK 這應該寫i0那也不對啦 這邊直接它會是i的4的倍數 i的那個四次方 我辦法避免誤解 雖然投機比較快 這個東西的話 2012次方 3次方 那因為它還是要等1嘛 所以1的50次方還是等於1啦 OK 那是不是等於1加i 看選項 有吧 所以這邊的話 終於有一個選項是對的 所以123畫的掉 四次成立的 好 那再來第五個 A等於A bar 然後它會說A B的時數 好 這什麼意思 這個bar是說取虛數共2 那什麼叫虛數共2 這個如果有問題 這題有選項有問題的話 我舉個例子 說一下 假設an數字是3加2 來好了 我如果取bar的話 是把這個虛數部分 取相反數一樣 就把它 反正就取負 負取正 OK 那這叫做取bar 可是它題目說 這選項如果要相等 那這就問題來了 我的虛數取負的話 它會相等嗎 不可能嘛 所以這是不可能的 那不可能的話咧 如果我取共2 我們在數字上要取共2 取共回以後虛數 取負號還會一樣 但代表是根本就沒有虛數了嘛 所以在這邊的話咧 如果這要成立 是不是代表說咧 整個數字裡面沒有怎樣 數字中 數字中 等於它數字中沒有虛部 沒有虛部 因為虛的地方 會造成它一陣影腹部 不可能相同啦 所以這邊的話它沒有虛部 那所以這時候 我的A只有時數部 那只有時數的話 那這選項 5阿說的 整個數字咧 必為時數 合理 好 所以最後答案我們整理一下 最後這題的話 目前成立的話 應該多少 123化掉嘛 所以只有4跟5成立 所以這裡多選題 答案選4 5